今天怎麼被發現呢 我不是講的 那是國中有這種談過的一些歷史 有興趣可以再把國中的課本 國中的一些參考資料再看一遍 那事實上在經電學的發展上 我們受重力學的影響很大 就受重力學的這個概念影響很大 如果我們很多東西是 我講過的都是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的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差點複習一下 重力場 重力場這邊有個質量 這邊有個質量 這兩個質量之間相距 距離是R的時候呢 它們之間會有相互吸引的力 對不對 這兩個力大小相等 還是不相等 大小相等 大小相等 這個可以說是重力反重力 大小相等 方向下方 重力和戰鬥的時候 我得到的重力加速度是9.8 對不對 每乎每乎9.8 我都只向下 那 我知道這個 我得知道G 為什麼 我不知道G有質量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G被找到了 也是找到G有質量的意思 所以這部分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F等於RV模式GMA 那你可以把我們現在的第一個東西是F等於MA對不對 對不對 這兩塊比較好 你會知道說 像我的力 我的速度 重力加速度是不是就等於R平方分之Gm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相對比起來講的話 這就是我的 這是小m這個物體被吸過去的一個 相向加速度 相向加速度 或者是加速度 對 這是一個簡單物理的部分 重力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一下 假設這是 靜電學 靜電 靜電的話 我們就不討論資料對不對 那我們討論什麼 常電量 所以它是 假設它帶了電量是Q 這邊也固定是帶了電量是Q 大Q小Q 所以它之間所得到的交物B F5 F那是什麼 K對不對 啊 R平方 加Q2乘 KQQ K QQ K K是什麼 K是沒有回常數 就是沒有回常數 對不對 它是可以被球的 它是可以被球的 它因為 在球這個部分 上次就先到一個歷史 就是發展歷史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先 我們先定義什麼 電量是被定義出來 對 那電量怎麼被定義出來 兩側 兩側 好 兩側它 電量是 電量的單位叫Q K Q 先被定義出來 怎麼定義我們現在再講 沒有 我再去旁邊力齒 呼吸一下 好 它就被定義出來 那 所以當它被定義出來 你可以從力 可以求你K 這比較簡單 對不對 我只要兩個K 兩個庫倫的大甲知道了 我就可以從一個K 而且它都是 一樣的東西 所以K是常數 所以它不太會變 反正你就算 放三庫倫 放兩庫倫 你只要把力測出來 那力就不會變 因為它是電量 從庫倫從力來確定 從力來確定 所以庫倫就被定義出來 簡單來講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可以 兩個平板上 兩個平板上 我就想 放上香蟲電量 香蟲電量就是 你去摩擦 摩擦環分開 我就可以香蟲電量 對不對 它不是這樣做 它不是說 你把摩擦環分開 它兩個一定帶有香蟲電量 就會變成一個陣營的覆圍 你去測量兩分之間的吸引力 F 測出來之後 就可以知道 F 乘K Q 乘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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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相刺 假設正面帶正電 正面帶負電 就是相刺 那如果他這邊也帶正電 他就是相刺 就是有這麼差別而已 所以他看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想像的綜藝長 在定義之上 在定義的時候 我們早期電血在開發的時候 他們就想像這樣排斥會相刺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個正負號 那誰正誰負 就誰說的算 我第一個發生的時候 說這是正 它就是正 它被說出來 它正之後 它就是正電 譬如說他的定義是說 假設這個琥珀跟琥瑪摩擦 摩擦完之後 琥珀帶正電 就這樣被定回來 這個就是正電 所以以後你要知道 那我這邊正電是負電 怎麼辦 我就把琥瑪摩擦 摩擦完就帶正電 再拿它去跟你帶這東西吸一看 是吸還是排斥 我就知道是正的負電 所以跟我一個磁北針 這是一個磁鐵 它帶有磁性 想要哪一邊是北極 怎麼辦 拿弧過來啊 拿弧過來啊 怎麼說這是磁鐵啊 磁鐵啊 這是一個磁鐵 它也有北極跟南極嘛 對 怎麼知道哪邊是北極 看哪邊是北極 北極應該 我看不出來哪邊是北極 我看不出來哪邊是北極 放在水上 放在水上 放在水上就把它吊起來 懸空吊起來 它慢慢轉 轉到它不轉了 看誰指向北邊 誰就是北極 他只能這樣拼你嘛 所以那天有什麼磁鐵啊 可是我不知道 我活在這裡 可是我不知道哪邊是北極啊 看地圖 因為看地圖另外會 看太陽 可是陰天啊 看星星 陰天好像也有個星星 我說你既然坐在這裡 你會等到有一天太陽起來的時候 看你太陽突然不起來就好 你為什麼叫張家智 那天好像有姓何 哈哈哈哈 他在跟我講說 可是我就不知道哪邊是北極 我就去看太陽起來 可是今天是intel 不知道太陽那邊 所以你就 改一天 你想設置問題的時候 你給你等改一天嘛 改兩天 改三天 等到有一天太陽從東 早上有太陽 就可以照哪邊東邊了 大概這樣 所以電極也是一樣 我想知道這電極是正不負 而且那個正念 你跟他排斥看看 排斥會吸引 你就知道這是正不負 那你怎麼知道誰是正 所以他一看就定義了 這兩由摩擦完之後是正念 我剛剛覺得一定是 是我想像的 不是真的 是琥珀跟茅皮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但是他們才有定義是這個意思 就是 我應該不會有經驗 會啊 他摩擦有經驗 琥珀是被倒進 所以他要帶電啊 他拿皮毛跟他的摩擦 因為在那個時候 這是最容易捕獲的被倒進 那時候沒有塑膠 像我們現在目前 你幫他認識一個四次一道就簡單拿樹藥 因為現在琥珀很少 可能在那個時候琥珀是算是多的 就是一般 要對於你要找到樹 對對對 相對於你要找到一些味道 琥珀是比較容易的 琥珀或者是 他有容易是那個啦 是 樹脂 不是樹脂 樹脂還不好 樹脂他因為他有 成分複雜 對他成分複雜 他有一些 有一點導電性 就那種有機體一樣有一點導電性 他有一個 我聽到不知道是還有個什麼 琥珀還有個什麼 反正就是琥珀是ok的 琥珀是 他是一個的 被導體 他是比較被破的 在那個年代 所以 大家只要跟聽過東西摩擦完之後 他在定義這個是正點 但是我不知道是定義毛皮是正點還是 琥珀是正點 ok 好 所以政府電腦被定義出來 他就有正 應該是琥珀 應該是琥珀 我覺得是 因為正點會是 因為 會在上 毛皮 不一定 可是我說 他不是當作這個 他一定 他一定 附電腦被打走 就是正點或是 誒 那你怎麼 怎麼不是琥珀把皮毛附電搶過來 反正你以為一定有人的附電被搶走了 可是我跟他說誰 因為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 什麼被搶走 不被搶走的問題 反正摩擦完之後兩個人帶電的 所以他定義這個東西是正點 所以他定義這個東西是正點 事實上你拿腹部在頭髮也會吸引 拿皮毛在頭髮也會吸引 兩邊都帶電的 所以你並不知道誰是正點 反正他定義希望就是正點 ok 這樣被定義出來 然後 假如我們就以正點廠為我們的主要投擂的目標 正點的部分 所以 想像一下 這邊有個正電廠 有個正電在這邊 帶電釣出去 所以呢 我們可以說 那他旁邊是有個 場 有個場 他就是 場的概念知道嗎 是什麼 就是場 就是場 就是在周圍就會受影響 就是在周圍就會受影響 受影響 它是個趨勢 可以這樣子 它是個趨勢 假設是負電荷的話 它有朝正電荷移動的趨勢 場 在正場來講 場我們想像中 它是一個 是一個直線 那想像中 但是在真實的情況之下 場有可能是彎曲的話 你這樣可以想像嗎 不可以 不可以想像 譬如說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導線 我這邊給他加正電 這邊給他看電 我電是不是會流過來 所以現在導線當中是有電場 我可以把導線弄彎 我把導線弄彎 如果加正電之後 電是不是會這樣流動 這個電場是彎的彎曲 可以這樣講嗎 電場 這是一個電場 在裡面的任何一個電 都會有這個趨勢 這樣走 它不會走直線 所以這是一個電場 可以想像嗎 假設 這是一個平板 不是平板 電腦平板 是一個平板 我這邊 我這邊這個點要加正電 這個點要加附電 就是通電 這上面就形成一個電場 這電場是浮線的 所以我這邊如果有電子放進去的話 它跑回去 它是原生在浮線前進的 原生在浮面前進的 所以電場是可以被彎曲的 這沒有問題 廠是可以被彎曲的 那通電中的廠 通常還是這樣 我們現在目前想像中還是一個 朝向某個方向前進的意思 現在通通通有了正電場 所以旁邊的任何一個負電 都會往這個方向前進 這沒問題吧 那它的加速度 假設你看它的加速度的話 這個東西 帶來Q的負電 那它跟它之間的距離 那我們指的是球進的距離 那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R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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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它質量沒有 因為加速度 加速度 Q 對 是Q Q 除以N 對不對 是除以這條N 對 對吧 是這樣 所以它跟剛剛這個有點不一樣 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 G MM R 平方 所以這塊就是加速度 但它不一樣 因為它 實際上就是帶電量真的有關係 對不對 今天跟帶電量真的有關係 所以它是加速度 那 所以我們在這邊是有個場 然後它其實有力 有力的作用 有場度有力的作用 因為力是趨直它前進的力量 這方向 準備 R分之是R分之是R分之是R分之 比目 比目 好 好 所以在我們看一下 這就是一個库顱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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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再來看一下 Tack for the 一些特性 那假設這是一個球 這是一個球 那帶了電 電會豐富在哪裡 帶了電 我們現在帶電了 電會豐富在哪裡 外面 會豐富在外圍 為什麼會豐富在外圍 那如果是長這樣 就是一個尖尖的地方 一個針 這個尖尖的地方 這個是尖尖的地方 這邊沒有嗎 這邊應該會有 但是尖尖的地方應該比較多吧 是啊 尖尖的地方比較少 對吧 尖尖的地方比較少 因為它排斥力很大 可是 只要到尖的地方 尖的這邊丟有的 在這個地方誰最容易脫離 尖的問 問的脫離 好像人少 你看 這邊被排斥的力是這個方向 這個啦 被排斥是這個方向的力 跟這個方向的力 所以它合力是往這邊對不對 這個地方被排斥是 這個方向排斥這個方向排斥 所以合力是 幾乎 不是切線 它合力是這個方向 但是很小 因為它左右兩邊拉的力幾乎是一樣 但是如果對圓的周圍來說 幾乎是水平嘛 兩個力平衡基本上是沒有力的 這樣被推 我也是沒有力向外面的 可是 如果這個點 跟這個點的排斥 這個點推它是往這邊推 這個點是不是往這邊推 這個點是不是往這邊推 推上手之後力是兩邊相等的 它會跑出去 會不會 不容易跑出去對不對 可是這個地方不一樣喔 對不對 我這樣推它 我這樣推它 這是很容易從這邊推不去 這個就更不用講了 對不對 我這個這樣推它 我這個這樣推它 這個點這個很容易 就跑出去了 所以它會怎樣跑 這要間斷浪墊 它就很容易跑 可是如果它也是正電 會不會出去了 什麼意思 是正電啊 這裡面全部帶正電啊 我說這個棒全部帶正電 是周圍的 對 正電要怎麼注意 所以我只說這個是 可是它真的不能出去 再幫我挑釁一下 好這個 我們先想像電就是電 我們沒有考慮它正電或負電 它就是負電出去 它就是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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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正電又不能出去 那怎麼辦 它就會爆炸 它就把負電寫回來 可是 你用這種力學方式來解釋的問題 就不合理了 那你可以想像它 那假設是周圍都帶正電的話 那也不會跑到周圍去啊 蛤 假設帶正電的話 那不會跑到周圍去啊 對啊 對不對 那你聽到這東西 假設是帶正電的話 它正電有什麼東西 平均 平均會沒有 所以它正電是在到周圍 是 當然不是啊 為什麼不是 你知道嗎 我沒有這樣追討 但是我只說 我跟它追討的時候 我只說正電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既然 深究正電的話 因為 我們知道正電不會移動 負電它會移動 我們深究一下 假設真實的狀況是這樣 一開始是 不平均分配 正電不會移動 一定不會分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誰會移動 負電會移動 負電會移動 那你知道嗎 負電會喜歡待在別的位置 還是會怎麼樣 會離正電遠一點 然後還要近一點 近一點嘛 所以負電會被吸進來 對 負電被吸進去之後 這邊剩什麼 對 所以周圍 負電被吸進去 他不要 因為 這邊帶正電啊 我停在這邊 這邊不帶電 沒有吸我 對不對 我是不是被往裡面吸了 是吧 我本來一開始 我摩擦 啪 我這樣摩擦好了 摩擦 這邊有些電子給我帶走 對不對 這邊有些電子給我帶走 他是不是會吸引負電 吸引誰的負電 吸引他自己本身的負電 那我這樣摩擦之後 可能只有這邊 這邊兩個帶正電 可是這兩個帶正電 很接近嘛 很接近 很接近 他就 相似啊 對不對 可是他不會相似 是這邊的電子變多嘛 像這邊的電子變多嘛 電子變多 就會有一個被擠過來這邊 他被擠過來這邊之後 他們兩個帶電的物體離遠一點 他下面能量低一點 那我們先把這邊解釋完 所以我說 帶正電子跑到周圍去了 沒有問題 好可以啊 然後 然後 當然他不會跑出去 他不會跑出去 可能是從旁邊電吸進來 對啊 對不對 好 那旁邊假設那邊有個電子 對啊 他被他吸引被他吸引被他吸引 都是一下結果 有 對不對 是不是他可以隨便吸引 他到哪個點都一樣 有 好 那如果說這邊有個電子 他這邊 只有一個 沒有 他有兩個 好 我現在這樣舉個例子 我這個電子 我被他吸引 被他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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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力量 相較於 這個電子在這個地方 角度距離是一樣的 這距離都是低 好 這距離是低 他被中間這個電子吸引 跟旁邊這個電子吸引 哪個力比較大 是這個電子被吸引的力比較大的 這個電子被他吸引的力比較大 可是我現在是尖的力 尖的力 尖的力 所以他跟他的那個電子的量就不一樣了 他的電量就會有差 你所電腦 你說電腦 電腦不要放比較尖 所以他的面積比較小 可是那個是一個平面 所以 他的香味也比較大 所以說 我要講說 這是一個圓的 圓的 他實際上比較公平放 電子 就是因為他的 氣力是相當的 就相當的 我同時間旁邊有放個球 跟旁邊有放個尖 這邊帶的電腦 跟這邊帶的電腦是一樣的時候 這電子比較長的這邊跑 電子比較長的這邊跑 這邊的吸引力是 我拉你 你拉我就是拉同的方向 我都往這方向拉 可是另外一邊是 只有中間是往這邊拉 另外兩個都是斜的方向拉 可是 不對吧 沒關係 可是我還覺得圓比較好斜 這感覺就是 圓 圓不會比較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做 像畢類針這樣做尖的 因為尖的 尖的他比較有吸引力 他比較容易吸引電 這叫做尖的方向放電 那如果是負電的話 他比較容易 他電腦就起出去 然後正點是他會吸進來 他吸進來一定要比較大 好 看起來要下課一下 對